好 明明剛剛在3點03分的時候 其實中國大陸他們也發布了說 他們的愛因斯坦探偵衛星發射成功 這樣的一個消息 在他們的央視的微博 官方微博這邊發布 他們是講說在西昌的 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2號然後來運載火箭 成功把愛因斯坦的衛星發射升空 但是在台灣我們現在這邊 已經連新聞台都開始瘋狂跑馬 因為陳建仁在剛剛被尋的時候 講說中國發射飛彈 所以搞得現在全台灣都很緊張 說中國發射了飛彈 選前倒數4天 這樣子刻意 這樣子有這種落差般的消息 到底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在上一節有談到 我們看到那個訊息的第一時間 是看到中文是寫衛星 但是英文寫的是 missile 寫的是飛彈 所以剛剛也有一個消息是說 這個蔡英文今天也在南部 跟里長拜會的時候 這個里長拜會她也講說 這個沒關係 總統在這裡 大家不要怕那種感覺 為什麼要引導成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反映出來這個中美之間 他們現在在太空上面的一些 較勁跟競爭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中國大陸其實 習近平也是大動作在這個反貪腐大攤 展現一些決心 央視這邊他也有播放出來 他們年度的反腐大片 說持續發力 然後縱深推進總共有4集 在6號晚間播出了第一集 其實遼寧省也連續三任的公安廳長 20年間總共收賄了人民幣12億元 甚至他們這一個反腐片裡面 足球落馬高官將出境來懺悔 就說要向全國的球迷來懺悔 在預告片當中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被大家給截取出來 習近平現在特別點名了金融 國企 能源這幾個領域 就說要打貪腐 那還有就是我們看看 就有彭博社特別又要開始做一些很奇妙的報導 比方說他講啊 他說這個因為後勤的保障不足 當年曾經用飛行燃料燒火鍋 這感覺上面好像很像郭文貴 就民運人士就會在美國一些外國的媒體 講一些這種很奇怪的話 這樣的一個言論其實在台灣是被年輕人給吐槽 我們在PTT上面講說火箭的固態燃料 真的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嗎 可以拿來煮火鍋嗎 那人家在那邊講說 拜託這個燃點都恐怕把鍋子都燒破了 甚至還講說不會用瓦斯爐嗎 要是把這火箭燃料拿去賣 可以換來瓦斯罐 大概可以吃一輩子的火鍋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操作 像這種從外銷轉內銷這樣子的操作 已經讓大家看不下去了 就彷彿我們剛剛看到了這種火箭 或者飛彈 就是明明是衛星講成飛彈的方式 也是一種好像 境外勢力的操作那種感受 讓大家覺得說 哇 原來中國大陸又來界選 又要來威嚇我們嗎 到底用意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 介老師 介老師怎麼看呢 我們剛剛看一下我們這個 國防部發布的新聞 他真的是考驗我們的常識 稍微要有點知識 他說該火箭 前面是說用發射中心 執行某型運載火箭 搭載衛星發射任務 那麼該火箭高度位於大氣層外 你知道大氣層有多高 通常一般是500到600公里以外 對不對 他說經過該火箭飛行路徑 經過我西南空域上空 500到600公里以外 另外回過頭來 你看中國大陸 他們的新聞比他這個還清楚 大陸的這個 他的央視的新聞怎麼寫 我們這邊也有 對 央視新聞寫得非常清楚 他講說他連這個怎麼講 他連型號都講 他是這個什麼火箭 他這個火箭是長征 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 成功將愛因斯坦 探征衛星發射升空 探征衛星是幹什麼 他是捕捉在外太空的一些什麼樣 更多短暫高能戰線源 和瞬間祭祀的未知現象 不是為了武器 他是為了太空探測用的 那很清楚 而且大陸發布的新聞事實上 比我們還早 比我們發射的還早 所以的話我覺得就是說 到底這個國防部發射的新聞 到底在幹嘛 所以介老師我們想要問 因為我們剛剛還有講到 一個很扯的東西 就是說他們竟然還可以拿 火箭的固態燃料來煮火鍋 而且是彭博社發布這樣的消息 現在反映出來 這個中美之間的外太空的競爭 已經必須得要用消息面來競爭 這個基本上 你要稍微一點火箭嘗試 你就知道 他說裡面的液態燃料是灌水 對不對 又說拿固態燃料來燒火鍋 現在中國大陸到底火箭裝的是 固態燃料還是液態燃料 據我所知都已經改成固態燃料 液態燃料是比較舊型的 所以還有什麼液態燃料裝水 東風41 東風23 基本上它們都是固態燃料 因為液態燃料你要發射之前 才要光裝灌 有時候要30分鐘 這都是非常老舊的這種 這種火箭的模式 所以你又說 大陸的火箭是裝液態燃料 可是人家拿出來火箭的燃料 又是固態燃料 這兩者不是矛盾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尤其俄烏戰爭發生以後 我覺得這些西方媒體 自負其短 很多真的就是說 不是道聽途說 其實不是自己製造出來 要不然也道聽途說 不加查證 就把它當作宣傳在國際上 我是覺得大陸 事實上打灘的話 這一點的決心 我的就應該覺得 讓民進黨覺得很汗顏 民進黨所有的貪腐案件 他都是狡辯對不對 所有濫用職權 貪腐案件 都是狡辯 都是賴皮到底 賴清德的賴皮了 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對不對 大陸呢 大陸打灘有上限嗎 對不對 哪一個社會都有貪腐 可是要看你的政府 有沒有去杜絕這種貪腐 把貪腐的人 誠之於法的決心 這一點我覺得 民進黨就應該好好的學習 好 永平姐想要先補充是不是 對 我必須說 這個怪事年年有 不過可能沒有今天多 就在我們熱切的討論 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接到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在一分鐘前 民進黨的臉書發表了 我覺得他們大概知道 他們這次國防部糗大了 民進黨的臉書說什麼 他說 中國飛彈進入大氣層 大氣層並不屬於 任何國家的領空 我國預警雷達判斷 不會對領土造成威脅 這是一分鐘前 民進黨的臉書 而民進黨的臉書 他還特別做了這個圖 他就是解釋 剛才介大使講的 這個專業性的問題 因為你是發射衛星 火箭 到大氣層 到很高空 五 六百公里 那個不屬於誰的領空 民進黨為何在行政院長 在面對立法委員 煞有介事的說 你看飛彈來了 我們大家的威脅 每天都存在了 然後大家剛才 這個全部的人 連我們這個節目 Live播出都受到衝擊 這個時刻 然後大家就在嘲笑說 幾個英文字都不清楚 訊息都不明白的時候 民進黨自己承認他們搞錯了 我補充一下 對不對 當時國防部大陸軍演的時候 飛彈飛二台灣領空上空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用 因為他們沒有報導 因為日本報導以後 你知道國防部怎麼講 國防部就是用他剛剛講法 因為他是進入大氣層 是大氣層不屬於領空 據說剛剛那個是 民進黨他們是用當年的一個圖片 再次說明 時間關鍵我們給一下翁老師 我覺得還是一樣 剛剛有明姐分享的 民進黨講的是 中國飛彈還是在飛彈 我覺得飛彈這個 擺明了不是飛彈 就是說現在就是火箭搭載衛星 但是要凸顯的 就是說中國的威脅實施都在 行政院長從上到下 要凸顯中國威脅實施都在 中國威脅實施都在 所以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強化起來 要一起團結起來來抗中 我們就說 民進黨現在選戰打到現在 講的不管是中共戒選也好 或者是戰爭和平 其實他們的論述一直都是很矛盾的 就是這一次在他們在操作 中國議題上面 沒有一個核心思想 所以有的時候 想要很強力的抗中 但是有的時候又要拉回來 強調說和平跟戰爭 靠選民進黨才會是和平的 所以這一點其實為什麼這一次 包括外國的評論也在講說 中國因素在這一次 民進黨看起來很難操作 因為第一 百姓已經厭倦了 百姓也覺得說 什麼事情都跟中國有關 我們是傻瓜嗎 我們難道看不出來嗎 再來是民進黨自己的說法 都是前後矛盾的 又說要抗中 後來要和平 然後再來就說 國民黨講的和平跟戰爭不存在 可是現在又要操作這個 所謂的中國飛彈威脅 時時都在 那你到底希望 你的支持者相信什麼 或者希望台灣的百姓相信什麼 有的時候我們在講選舉 有時候看台灣的選舉 太長時間都在講說 中國威脅 中國威脅 回歸到正常的 民進黨到底除了中國威脅之外 還有什麼牌 還有什麼事情是可以支持 得到民眾的支持 我想這是民進黨自己 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個美國 不斷在傳出一些什麼 中國大陸這種不利消息的時候 就是其實習近平是默默在做 這種反貪腐的事情 這個翁老師怎麼看 美國事實上剛剛講到 彭博社這些分享 我們必須說美國現在 反中的氛圍很強 所以包括了主流媒體 在報導相關中國新聞的時候 都會擺這種很顯然 不是應該把它放上檯面的新聞 把它當成一件大事來報導 當然這跟整個的觀眾 是有關係的 媒體還是考慮到整個月聽人 他的群眾 但是他也反映出來 現在的中美之間的衝突 在一般的美國民眾心中 對於中國 對於亞洲事務 太不了解 所以他就反映出了 現在的這個美國真實的情況 我們在台灣如果全部都要 跟著美國走的話 基本上美國走偏了 我們也會走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講說 當中美關係這麼緊張的時候 台灣自己一定要站好自己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到底在幹嘛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貼著美國 其實自己的聲音就不見了 而且自己的利益也不見了 這是民進黨可能會帶來 台灣最大災害的地方 我只講一句話 我覺得翁老師 他剛剛從美國回來 他很客觀的說明了 說台灣要有自主性的民進黨 其實所有的處理兩岸的問題 美中台的問題 全部主動的放棄了台灣的自主性 對 我覺得這種就是 今天台灣最大的悲哀 大家也不要忘了 現在荒腔走板的 今天發生這個事件 現在就是主政民進黨 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永平姐覺得說 現在民進黨已經等於說 所有的這些類似外媒的報導 變成他們外銷轉內銷的 這樣一個消息來源 今天大家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民進黨左支右支 剛才我已經講了 你弄大陸飛彈來襲 恐嚇民眾的假新聞 它其實是飛彈 它其實是衛星載著火箭到大氣層 那你馬上又要更正的原因 就是我剛才已經講了 因為他一預估 這個事情如果發酵下去 一定對他的選情不利 所以他才馬上又要拉回 那你既然又要拉回 那你當初就不要做 這個可笑的事情 當國防部發布國家級的預警 都已經網軍化了 通通都不求真實 不求聖解 只是在為選戰服務 這個國家還有救嗎